《红红梦》的第五回 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这回是怎么引起这一梦的呢 是因为他犯困难 被秦氏 就是秦可卿 引到他自己的房间去 让他在这休息一会儿 他就一进了房间 就看一下环境 一看全上一幅画 这幅画是唐伯虎画的 叫《海棠春睡图》 两边是宋学士秦太虚 写的一幅对联 这对联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上联嫩寒所梦 阴春冷 下联方弃龙人 是酒香 哦 他一看这幻境好 这好这好 就在这休息吧 就朦朦胧胧的睡去 所以呢 梦见到了一个地方 叫太虚幻境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 这个唐寅的这幅画 这唐寅就是苏州的一个著名的大画家 这个唐寅啊 他这个祖上呢 都是大官 是吧 他曾经在唐代的上 这个祖先呢 有一位叫唐简 是吧 因为跟着唐太宗李世民建功立业 还被封了一个举国公 是在那个 他那个林延阁 就是功臣那个牌位啊 排到第二十二位 哎 这是唐 唐伯虎的先祖啊 是吧 举国公呢 就是山东了 举国了 就是鲁国了 所以你看唐伯虎数名的时候 经常数的是鲁国唐银 他实际上就借他先祖的名头 是吧 这有点炫耀 这个唐银呢 他为什么叫银 是吧 就是因为他是银年生的 有人说啊 他是银年银月银 银日银时 这都是属于这个传说 这靠不住的 但他的的确确是银年生的 他有个弟弟 是吧 他弟弟是生年生的 是吧 子丑银卯身 臣似五位 身有虚害 你看 他是银 是虎 他弟弟是身 是猴 是吧 实际上他是银年生 他叫唐银 他弟弟呢 是身年生 这弟叫唐身 好了 这个唐银呢 到他父亲这一代就不行了 他父亲呢 就做小生意 是吧 做小生意 卖点什么酒啊 什么之类的 就这样 开个小酒馆啊 什么之类的 家里边呢 他小时候家里边还算小康 但后来他父亲去世以后 家里边就不行了 他们家到这个明代中叶 这洪志七年的时候 是他们家的一个大辩护 父亲死了 母亲死了 哎 唐伯虎自己的妻子也死了 哎 他们唯一的儿子也死了 他妹妹也死了 你看看 是不是啊 所以这对唐银打击是非常大 是吧 从此以后一蹶不振 什么都不想干了 幸亏他还有一帮朋友 这帮朋友对他很好 像文正明啊 像这样的一些人 是吧 就说你啊 现在你做不了什么事呢 你可以这个 先在家里边读书 是吧 慢慢的呢 走科举近身之路 尤其是文正明的父亲 很看好的 是吧 文正明的父亲叫文林 屡次就是帮他 是吧 那个唐伯虎小时候是很聪明的 非常聪明 是吧 文正明给他写过篇东西 说他 说他什么呢 说他条铃就考试 在这个府市 考地方的府市啊 就同市啊 同省考秀才 就考了第一 就说明他是天性聪颖啊 读书读得还可以啊 是不是啊 那等于小学考试考第一 这也不错了 秀才考了第一啊 是不是 到了洪志十年的时候呢 他就准备去参加乡试 乡试是什么时候考呢 乡试就是省一级的考试啊 这省一级的考试 什么时候考呢 是洪志十一年 他洪志十年呢 就离家去准备参加这个乡试 但是呢 他平生交友 非常广泛 也非常的庞杂 是吧 不论好坏人他都教 他也吃了不少朋友的粿 是吧 他这一次去考试呢 是吧 是吧 那按说呢 是应该认真准备呀 是吧 一心读书啊 他不是 他就跟一帮胡鹏狗友去留联这个青楼祭馆 是吧 一天到晚 花天酒地 所以这忠考官听说这个事儿 就说对他印象 极不好 是吧 极不好 这个初考官是负责什么呢 他是洪志十年准备洪志十一年相试啊 相试之前 不是说所有的秀才都有资格参加相试的 他有一个叫路考 是吧 就是等于一个预考 就是说 你这个秀才通过路考啊 你可以去考试人 如果你没通过这个路考 对不起 你再回去读书 是吧 他这个路考的时候就把他给扒了出去了 回去逛你的青楼祭馆去吧 这种人富浪子弟怎么能参加相试呢 就不让他搞 哎呦 这下坏了 这下给扔出来了 他着急了 是吧 赶快找关系 这时候帮他最大的忙的还是文征明的父亲 帮他去说情 因为认识诸考官 所以就帮他说情 三说两说出考官呢 觉得不管怎么说 这还是个才子 无中才子 是吧 如果因为一时的这个小错 就把这个人才给废了 这有点于心不忍 好来吧 就十一年参加 相试 果然不负众望 相试第一 中举了 这中举相试第一 他有个别称 是吧 对了 叫戒缘 大家都知道唐戒缘就这么来的 是吧 这个戒缘两个字呢 专门用在相试第一 是吧 他这个人的闲头叫戒缘 那么那还得往上考啊 还得考会试啊 是吧 考会试呢 好了 他就被一个朋友给坑了 这朋友呢 是个商人 这商人呢 别的没有 就是有钱 这人叫徐金 那所以唐户虎交朋友 哎呀 有文才的 这个有本事的 这个能做生意的 有钱的他都交 他交了这徐金 徐金跟他一起去考试 这徐金呢 就是全部都是西下三路 就专门去用钱买通一些关节 但是这件事情呢 有不同的说法 说一个说法呢 就是徐金买通了主考官 把这个考题给买出来了 是吧 所以呢 那一年 他因为是这样啊 过去的 这简单说一下 过去科技考试 这个时间安排 每四年一次相试 就省一级的考试 是吧 每四年考一次 考中举人的 经过这个选拔以后 有资格参加会试的 到乡试的第二年 去参加会试 会试就是全国国家级的考试了 是吧 会试考中就是金义试了嘛 就中金义试了嘛 对不对 那就是最高层次的考试了 这乡试 是头一年的秋天嘛 是吧 会试呢 是第二年的春天 所以乡试又叫秋为 会试呢 又叫春为 实际上乡隔呢 也就一个冬天 是吧 那好了 到了洪志十二年 他们一块去考 考这个会试的时候呢 这个一个说法 就是这徐晶买通了主考官 把题目给漏出来 然后呢 等考中了之后 结果呢 这事传出 这消息传出去了 据说有一个叫都睦的人 把他们举报了 也是他们一块考试的 一个朋友 得知 这考题漏了 这件事呢 就举报了 举报以后 当然很多人就倒霉了 那时候科举考试啊 这个犯了这个 行贿受贿 是吧 会考这样的罪 是大罪啊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唐伯虎 徐晶 连那个考官 这些人全都抓起来了 抓起来 关子监狱里边 关子监狱里边呢 他们就不服气 唐伯虎不服气啊 他说 完全不是怎么回事 这是另一个说法了 另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他目不说 这徐晶啊 是有钱 是不是啊 他呢 想考得好一点啊 想这个 能够真学点东西啊 他跟着主考官 学习 送了点学费 给主考官 是吧 是这么回事 跟那个考题 没有关系 是吧 跟考题没有关系 是唐伯虎这人 比较聪明 他在场外 压题给压中了 他结果 他猜 有可能出什么题 那时候出题 无非是四书五经吗 都是从这里边出吗 这些题出来以后呢 考生呢 做文章的时候 都要带圣人立言吗 是吧 读书 读的比较细的 读的比较熟的 读的比较好的 这些人呢 是吧 差不多都能压到题 是吧 基本上 因为他这个 所有的题目 都是在这个范围里出的 你只要熟 你都被熟了 你想 你随便压中 能压中 所以这个事呢 唐伯虎说的在理 所以后来呢 这个案子呢 就是审不清楚 说究竟是真的假的 露题 那个诸考官是坚决不承认 没这事 不认罪 唐伯虎他们也不认罪 那后来审理的结果呢 就各打五十大板了结 就是这个 这个唐伯虎他们考上 唐伯虎考的第一呀 唐伯虎差点成了那一颗的状元呀 是不是 那所有的这个设案的考生呢 都不算数 都不算数 考官呢 罢官 举报的人呢 举报的人也不算数 也就扒拉到一边去了 也给点官了 所以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 这不了了之呢 这唐伯虎呢 就已经中了举人了嘛 他又是戒员 所以按理呢 也能放个官 结果呢 朝廷就放了他一个 非常边边角角的一个破地方 一个小官 哎呦 他就非常生气 我这样的人怎么受这个侮辱啊 他就不去 不去呢 一得一失 是吧 失是什么呢 他这条近身之路就没了 以后他也发誓再也不考了 不考了 那么得是什么呢 他有功夫就开始写字画画 成就了一代大画家 他是个大画家 他是个大书法家 也是个大诗人 文章大家 是不是啊 大家只知道唐伯虎这人的风流之名 但是不知道他 其实他是吴门四家之一啊 跟沈州 跟这个文正明 跟这个球英 是吧 他们四个人 他另外一个排法 吴门四学士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柱之山 是吧 他反正是怎么排 都有唐伯虎 他因为叫名字叫唐吟嘛 所以字就是伯虎 名字相生 好了 他呢 这个生活 个人生活过得不好 因为家里边 这些至亲都已经不在了 后来他又续娶了一个妻子 续娶这个妻子 就因为他这个科厂不顺利嘛 回家也发火 妻子跟他也没好气 后来就初妻 什么叫初妻呢 就把人家给修了 把这个妻子给修了 修了以后自己又一人 一个人后来当然又续娶了一个 是吧 但生活很不如意 因为没什么经济来源啊 那时候就是靠写字画画 卖字卖画为生 那个时候唐伯虎的字画 虽然很有名 但是有名的人多了 历史上更有名的人 大有人在 所以唐伯虎的这个字啊 画在当代是卖不出钱了 你现在手里要有一幅 他的画 他的字那还得了吗 他的画 他的字 基本上大量的存在 收藏在什么地方呢 台北故宫博物馆 收藏的最多 是不是啊 他的山水画 他的侍女画 花鸟画都非常好 他是主要是这个宋代的院 这个本院画嘛 宋代的院体画 这院体画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他自己除了院体画之外呢 他还施法元代著名的画家 像皇宫望啊 像王蒙啊 这些人 所以他的山水画画得非常好 是吧 非常好 他主要是这个笔法酣畅 墨色淋漓 是吧 他的特点啊 就是这样的特点 他的山水画在台北故宫 那好极了 这个我是去看了他的画的 然后这个 他的人物画呢 就像早年的王鼠公祭图 是吧 铁线笔 墨色呢 很浓艳 把这个侍女画得很漂亮 用他最拿手的叫三百法画脸 是吧 这个王鼠公祭图 是他的名画 那么后期呢 他就改了一些画风 比如说像李端端图啊 像秋风完善图啊 这样的一些画 这样的一些画呢 他就这个笔触呢 就相对流畅的多 是吧 不像早期那个铁线笔 流畅的多 但色色也是非常的大胆 所以这是他的画 他画过没画过 海棠春睡图呢 他《红龙梦》里这幅 没画过 这是曹雨晴故意写的 就这么写 是吧 在这个《冷摘夜话》里啊 有个记载 就说啊 这个唐明皇 把这个宿醉的妃子杨贵妃 让这个宦官给扶过来 一看呢 这个罪态可居 就说了 这哪是妃子醉了呢 这是海棠睡未足儿 说像个海棠花 还没睡醒 所以《海棠没睡醒》 这故事呢是有的 唐伯虎也的确 据记载 曾经他根据《冷摘夜话》 这个故事啊 他画过一幅 叫《海棠美人图》 但是这幅画已经不在了 找不着 没人见过 是吧 像这个《红龙梦》里 《青鲁青屋》里挂的那幅 《海棠春睡图》 是杜撰出来的 是杜撰出来的 没有这个画的 那么是不是只在这一处提到唐寅呢 不是 咱们下边接着再说